中央民意代表 今年的传织 从明天开始 候选人即将展开竞争活动 因为所说 这个传织 自在 飞鸿陷阱基础 强化 民意机口公民 这个意义 就非常的重大 所以政府 有些雇佑 台阵支持 勇佑参加竞争 同时也一切 专事办好 持续关注决心 持续参加竞争的 各位候选人 相信 若是一直出场 因此呢 今晚 在竞争期间 能够 这些 总统 触发自由的性质 确实 以及 各种有关法令 同时 竞争活动 尤其是 盼望啊 您 全部 投资 那么 其实这个 欺负 浪费 或者 不尽端的 这个 竞争方式 那么 建议 背后 担心的 精致更新 我们 今年来 教育普遍 国民自主 随着 提高 因此 参与建设的 这个年龄 以及 最连建设的 这个年龄 也随着提高 尤其是 在过去 多次参与中 以合得 豐富的经验 最后参与 最后参与 其名字的 参与 所以 后参与的 建设活动 希望 彼此以这个 训练的精神 优良的 衡动 出现的态度 以国家利益 国民福利 国民全体的 保护 在于 您的 参与的 技术 最后 我要再度说明 我们 国际 政务所的 基本态度 是部分 党派 定于 背景 对于 所有 合法的 竞争活动 就是 意识通人 定于 求是 合法的 这个